我再重複一次 郭台銘如果要選 不能就都不講話 只等國民黨拿辦法出來 你這段時間要不斷地要衝出來 講你為什麼要選 我為什麼要選 要講啊 你不能國民黨幾個人打你一槍 你現在就不講了 那你要選什麼東西 他不是你啊 不管不管 他要選他就不講 那何友宜也不要怕 你等什麼六月總資訊完畢 你等六月民進黨議員照樣罵你嘛 總資訊就不說了 你要不要選舉啊 就不講了 你就假如是你宣布說我要選了 民進黨議員罵你為什麼要選 你就把你的道理講出來嘛 我為什麼要選 免費給你宣傳 全部的媒體都給你報導 這這麼好的機會 你都不講 都不講 然後你現在不講 你的態度要等到六月 那中間那個民進黨議員罵 你也不會講嘛 你說我現在要全力做新北市政 新北市政範圍很大 好好做事情 為國家 為大家團結 講了半天空的嘛 你這個機會就是要講 你為什麼要選 這最好的機會 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嘛 你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就叫韋漢戰袋 女婿做他的競選總幹事 來啦 給你做啦 以現在這個狀況來講 其實康哥剛剛那個民調 我再Cue出來一次 我做了一點這個標記 觀眾朋友看一下 一月十六號是什麼時候 我們把情境回覆 就可以知道一月十六號 就是賴清德當黨主席的第一 梁剛選上十八號才上來 當時是什麼狀況 是一一二六民進黨大敗 十二月十八嘉義民進黨再敗 一月八號連吳一農都輸給王洪威的時候 當時賴清德是二十五嘛 那侯宇宇當時狀態是什麼呢 我就直接講最後一個好了 跑到臺北市幫王洪威去站臺服選 有沒有 所以王洪威選完一月八號以後 那個一月十六 侯宇宇是三十四 那現在呢 這三月三號 他已經掉到三十二了 還沒有經過那個三月四號的 南投選舉 在當時一月十六號的時候 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賴清德可能是嘴巴不講 內心是不服氣的 陰細講說你怎麼台下鄉 但是呢 他慢慢的慢慢的到了這個時候 也已經把他的支度拉上來了 再加上這次南投的選舉 我現在是嘴巴 嘴巴受佩服 內心也服氣了 你有辦法把南投選過來 你去看那個南投二選區 之前的那個得票藍營的配比 比大安區還高 比大安區還高 所以其實藍營的臺南 南投二選區是鐵票區 只是大家可能沒有那麼注意而已 鐵票區輸掉了 所以賴清德讓民進黨 你說剛剛看很多人掛廣告 當然掛全臺灣就掛賴清德 叫信賴臺灣嘛 民進黨就是靠賴清德 他不是只要選立委席次多 他還想選一二零二次 可是侯友宜現在狀態是什麼 侯友宜在一月十六號有被罵嗎 沒有啊 他還去幫我洪威 可是現在被罵慘 這兩天都在罵侯友宜 你為什麼這個歲月靜好 你為什麼選前職業不去 其實他是有去幫林明珍 掃錢林明珍偷臉書 可是大家就是罵他 說你計算很多 跑去那個看深坑 那個還被人家講說是造假 其實並沒有 那是他的團隊前一天去拍 那個反應畫面 所以侯友宜現在受傷 所以剛剛亮哥講我馬上點頭 今天是三月七號 三月三號的時候 侯友宜跟賴清德差四趴 今天三月下午 我就覺得可能說不定賴清德 已經有侯友宜一趴了 我補充一下 侯友宜幫王洪威站臺三次 但是只幫林明珍站臺一次 所以我覺得相對之下 侯友宜他的表現 藍軍不滿意 我也是同意的 那我也同意主持人講的 就是說你不要現在侯友宜也不講話 郭台銘也不講話 大家悶葫蘆一樣 從現在三月悶到六月 這三個月我看民調一定下滑 藍軍也不能 我剛剛說我們藍軍要沉得住氣 這是我苦口婆心講的 但是我也不能叫我們藍軍 三個月大家都沉得住氣 大家都不吭聲 大家集體不吭聲的情況之下 可能集體向下的支持度就往下掉 所以我也認同主持人講的 就你現在郭台銘也好侯友也好 你要開始說話了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